今天好多了啊 今天这个嗓子好了不少 那今天这个时间比较紧张 我们要抓紧时间 因为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学渣 那些习班的课程在十点钟 所以我们大概有 我们能讲一小时四十分钟 大概这个样子 好吧 加速 正常我们要脱糖会讲两小时 但是今天可能没这么长时间 A little bit rushing 开稿天天晚上好 OK 我们将会就说 这个节词这个部分 我们将会讲两节课 但实际上大家知道就是 就是节词这个东西啊 其实光两节课都不够 对不对 两节都不够啊 为什么呢 因为 太多了 太庞杂了 但是我们说把这个内容 放到以后来说了 放到以后我们通过练习来讲 通过每日练习来操作 今天我们 上午这个练习还没讲呢 是吧 以后晚上我来发 晚上来发 所以 节词本身 我们通过上一集 去关注 on这个节词 我们不要去 追求速度 老师啊 你快点讲 有20多个节词 过去全讲完得了 不要这么做这样的事情 一个一个去深入理解它 别着急 OK 我们会有很多练习 来慢慢来去处理它的 好吧 我们会有 有那个语音群嘛 就是通过这个上一节的这个 借词的课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大家明白 哦 原来借词并不是我们之前 所想那么简单 我就随便的去看几个 它的什么 在什么上面就可以完成了 一定不是这样子的 同时呢 我们也颠覆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一定没有固定搭配这个东西 各位记得吧 这个 好 我们把这个给它废了 这个是没有的 哦 反正是吧 等会儿 换个姿势 哎 摄像头呢 去了 啊 这 OK 好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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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没有 OK OK 看见了没有 最后行了吧 好 来 开告啊 所以呢 我们我们要 就是破除掉所谓的 固定搭配这个思想 去明白这个借词本身 逻辑上是非常强大的 是吧 好 那我们今天看到它的下一组词 就是off 它的这个对称概念 off off heh are you in 啥意思肯定不知道是吧 借词下 off 就这个借词以及这几个词它的就是最常用的这些吧 这是最常用这个逻辑最经常使用的 那我们看到off off off的含义是什么呢 我们在下一节课我们看讲单词我们会讲到这个f词 f word 实际上这个词我们已经说过了 它在就是根据我的研究的体系啊 f在逻辑上跟中文这个飞字是一样的对吧 来自飞翔速度脱离这个感觉 它这个off不一样 off是属于来自它也是过程了 它就表示属于 belangto就是属性嘛 但这个不一样飞得远一些两个f是吧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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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得更远 所以呢就没了跑了脱离 脱了 就是没有了嘛 脱离 脱离 跑了 断交了 那么为什么脱离呢 呃我们上次举个例子了 比如说那个越野车柜记不记得叫off road 是吧 越野车 脱离道路嘛 off road 然后我们还讲过一些就是由off所构成的词组 比如说我们在呃以后 决单词的时候有一个有一个词啊 其实是非常非常血腥的 叫做off spring off spring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spring spring是不是春天啊 是弹出来冒出来 看起来没精神的一样 我的天啊 中书已经重感冒好几天了 我说啊 冒出弹出 这是spring的含义 包括弹簧也是它 对吧 冒出和弹出 呃 为什么是春天呢 其实春天是个隐身含义 所谓的春天是不是那个小草发芽 万物冒出来这个感觉 看到没有 各种小草冒出来弹出来 长出来 对吧 它这么一个这么一个体系和思想 所以呢 这个词它本意就是弹出啊 冒出这个意思啊 弹出和冒出 所以说offspring是什么呢 就是脱离之后弹出来 这是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后代 子孙后代 各位同学 子孙后代 是吧 哈哈 它是不是一个非常血腥的描述了生孩子这个过程呢 先脱离 对不对 脱离母体 然后呢 然后弹出来 各位同学 哈哈 就出来了 是吧 offspring 用一句成语来说 叫什么呢 叫做血口喷人 OK 血口喷人 对吧 各位同学都是 以血口喷人的方式被喷出来的吧 是吧 呵呵呵呵 所以你能够更加深刻的体会到off这个词的精神内涵 脱离 离开 脱离 包括我们上次说的那个turn on turn off 各位记不记得 让我来电 一见钟情 和让我想吐 turn off 让我倒出来 看见没有 OK 所以啊 这个逻辑在形成过程中 它的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offsp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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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脱离离开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会看到一系列的各种各样的off 各位看看啊 弹出来 一般都是扯出来 一般都是扯出来的 是吧 自个儿弹不出来 所以呢 我们会看到就是 不论是由动词加上off构成的词组 还是说off跟别的词在一块构成的合成词 等等等等等等 都是有跟脱离有关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啊 那 我们看一个句子 各位看看啊 我们来体会 they had an offbook meeting 他们开了一个offbook meeting 各位猜一猜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他们开了一个offbook meeting 什么是offbook meeting offbook 离开书 离开本子 这什么意思呢 私下的 为什么叫私下 就是不记录在案的 不记录的 为什么呢 一般开会的人会记录一个book 对吧 book有记录的意思吗 book it 记录下来 记下来嘛 off the book 就是离开这个记录本的 不需要去记到书里面去的 脱离这个书的记载的一个会议 OK 听懂没有 一般是off the book off the book meeting OK OK 脱离 好 我们来看 就是在 生活中常用的off这个词 off这个词构成的词组 我们一个来看 比如说off duty 那你就记住跟这个on是相反就可以了 是吧 那on表示接触 on就是通电 进入状态 来电了 各位记不记得 on duty 进入状态 对吧 那么off duty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就是开始执行了嘛 那这个呢 就是离职了 off duty off duty 离职了 走了嘛 是吧 就是下岗了 离职了 比如说off job 下岗了 没工作了 看见没有 都是走了 离开了 没了 off duty 下车了 是吧 下岗了 离开岗位了 离开职守了 这个意思 并没有贬义含义 玩乎职守是贬义 就是对不起 这个职务 你犯错了 那个不一样 不是这个意思 玩乎职守 更加深入一些了 那是一个罪 罪名了 就成了 on duty off duty 据在职和这个 我们叫去职 或者离职 对吧 去职 去岗 这个意思 因为on duty 是职情的意思嘛 好 继续看 break off 什么叫break off 辞职是resign 这是辞职 这个特别好理解 那sign 就是签名签字嘛 sign resign 再签一次 就是你去工作的时候 签个名 我来了 走再签个名 看见没有 resign 第二次签名 走了吗 签出 签出 break off 是什么意思呢 break一般就是打敲击 对吧 还在off 比如你看 假如 这是一个人 一个自然的人 对吧 我怎样把他的腿 把他的胳膊给打 打break off呢 这叫做break off ok 这叫break off 切断 打断 打断你的双腿 看见没有 break off 你必须得断开 脱离才可以 下一个 call off 那call in 是着急 就把他喊进来 叫人进来 看见没有 call in 来来来来 过来玩一玩 是吧 call in 最好理解 call off呢 就是取消了 别来了 赶紧走吧 解散 取消 好理解吧 carry off 也是一样的 带走 拿走 off 走了吗 cut off 切断 都指的是断开 脱离 get off 下车 也是一样 离开这个车 give off 发出 比如说 比如说 the sun gives off heat 太阳会发出热量 什么叫发出 give off 是不是 给出去 脱离 离开自己 看见没有 离开自己 let off 也是一样 就让他走 let it off give in 就是一会会讲到的 就是投降 往里头给 上进贡 是吧 嘿嘿嘿 对了 还有一个叫fuck off 这个我们讲 爱福斯会讲到 什么叫fuck off 就是滚蛋 一个骂人的话 对吧 滚蛋 fuck off 嘿嘿 一定是off 离开 好 这是 你看 都一样的 它不会变化 back off 也是 就是 走 滚蛋的意思 一个意思 差不多 继续看 还有很多 pay off pay pay是不是付款 的意思 付钱 还钱 是吧 付钱 那么 什么叫pay off 各位同学 什么叫pay off 你不光是还钱 而且还还可以走 可以离开 各位想一想 在还到什么情况之下 是可以离开的 是不是还清以后 是吧 还清 pay off 你还清了 就能够离开了 那么 它还有回报的意思了 是吧 比如说 hard work pay off 辛苦的工作 是会有回报的 hard work pay off 艰辛的工作 是会给你回报的 也是一样的 还清 能给你还清 你的所有的付出 put off 推辞 往后推 远远的 走远一点点 推辞 see off 比如说 I saw him off I saw him off 我看着他离开了 就是送别 送别 这好理解吧 看你走了 一样的 这也是set off 出发 走了 离开 show off 这什么意思 炫耀 看见没有 炫耀 这个炫耀 为什么是off 大家想一想 炫耀 是不是必须要拿出来 才可以啊 你把它藏在你的怀里 还炫个屁啊 所谓的炫耀 一定要拿出来 对不对 都看看 现在给出去嘛 show off show off 为什么呢 中文也叫 显摆 你看一下 显摆的摆 这个字 它是不是也是 向外放的意思啊 类似我们在 在上一季 讲过一个叫做 expose 各位记不记得 是吧 放到外边 曝光 暴露这个词 看到没有 显摆 中文显摆的摆 这个字 它就是它 show off 展示出去 显摆一下 take off 起飞了 离开了 是吧 turn off 关闭 或者是想吐 这都讲过了 OK 所以呢 off这个词 特别好理解的 就全是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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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下 take off close get off close 都是一样的 起飞 脱掉 都是离开 所以 跟我们上一节课 讲那个on不一样 on还有很多延伸含义 各位记不记得 各种各样的延伸含义 对吧 比如进入状态 接触 上对下的压力 等等 非常复杂 但是off这个词 是不是特别的简洁啊 都来自于脱离这个基本思想 是吧 只有它 只有它 OK 这是off这个词 下一个 来继续 the next one 下一个我们要讲的是这个词 in in 我在这节课的一开头啊 我就给大家说了一句话 叫做 are you in 看见没有 are you in 嘿嘿嘿 对 on and off就是一会儿 接上一会儿 接不上嘛 就是时有时无的 比如你信号 有时候on and off 对吧 are you in 你进来了吗 哈哈哈哈 啊 这句话很多意思的 这句话意思实在太丰富了 比如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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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y is so in pay coffee啊 采摘了 脱离了 he is so in 各位猜这什么意思 hey so in hey so in 嘿嘿嘿嘿嘿 哎呀 检验各位 基本品位的时候就到了 是吧 哎 还是有人知道的 是吧 hey so in 什么意思呢 他非常的时尚 叫 叫 很时尚 这个意思 很时尚 那 为什么叫时尚呢 我们中文把时尚叫什么呀 中国古代叫什么 各位记不记得 啊 化眉深浅 入时无 入时 所谓的时尚 是不是也有入这个概念呢 进入 in 看见没有 他其实本质上就来自一个词组的省略 叫做in fashion ok 对啊 很流行的 我们常说的是you are so out 已经出去了 是吧 这是out of fashion 那 out out了吗 out 出去了 没了 出去了 就是in fashion 进入嘛 在里面 所以这个in呢 他就能表示具体的 比如in the house 在房间里面 他也能表示抽象含义的in your mind 在你的思维当中 那我们上次专门讲过这个在抽象的比喻的时候啊 除了用in 还可以用一个长的词叫within 各位记不记得 within 是吧 这个词是仅限于表示抽象含义的啊 抽象的 within your mind within your understanding 是吧 抽象的 那么 还有一个是into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 这是一个过程 进入 对吧 go into the house 进入 他所表示的是一种过程 所以呢 in表示包含在内 好 那么 在表达时间的时候啊 它有点小特殊性 你看着哦 既然in是一个包含在内的 那么大家想一想 它是不是都必须表示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段呢 你比如说 在某一年 对吧 in 2017 在2017年 在某一月 in July 在七月份 在某一周 就不用了 直接last week this week 那个不需要加戒指 对吧 在早上 in the morning 我们讲过比较长的时间段 OK 但是呢 它也能表示一个点的时间 什么点呢 未来的时间 比如说 我在五天后回来 怎么说呢 是 I'll be back 嘿嘿 红孩子 OK I'll be back in five days 表示未来的时间呢 记住 表示未来 不用after 表示未来 不使用这个词 使用它 in five days I'll be back in five days 我将会在五天后回来 五天后啊 五年后啊 什么几个月后啊 都是一样 都是用in这个词 那 在多少天之后 什么时候用after呢 在过去的时候 比如说 I was born I was born 比如说 2001 and after to two years 两年之后 或者写成 two years later 是吧 都行 两年之后 I was sent in two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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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sent abroad 我被冲出过去了 OK 表示过去的某个时间之后 用after 表示将来的未来 用的是in 未来的时间 这个是它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 in这个词特殊的地方 其他的没有什么 in这个词也非常简单 就是包含在范围之内 你把这个基本逻辑搞定就可以了 包含的 in的本意就是包含 进入到里面去 实际上我们看 现在那个词跟in也这个意思吧 in 是吧 内心的或者是范围之内的 OK this is in and 下面 下一个词 urgo是过去的 也是过去的 那是之前的 不是之后 这不是一个意思的 就是这个out 出 什么叫做出呢 出 出去这个意思啊 它还能表示没有了 消失了 用完了 因为你想想出这个词 就这个就这个含义 对不对 出 出字 或者没有了 都出光了嘛 全都出光了 出没了 不是都需要用一表词出去啊 这意思词根逻辑 好 各位看看啊 简单的出比较简单 比如说go out 是吧 出去出门 那么你看这个 run out 呢 run out run out 卡了 什么情况 啊 哈喽哈喽哈喽 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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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啥也没动啊 run out 则是用完了 出光了嘛 中文也是的 出货 对吧 没了 用完了 所以出啊 出有两个基本含义 一个是出去 一个是用光 一个是出去 在外面 比如说 我们没有油了 那 we are running out 没有什么呢 我们家名词了 out of oil 属性嘛 就是油 已经跑光了 都没了 we are running out of oil 我们的油都跑完了 哈 今天在不停的卡嘛 什么情况 啊 怎么会这样呢 好 今天人不多 还好啊 正常的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大课啊 今天是不是有什么 有什么 比较人多的课啊 会卡住啊 好 run out 还有这个 out of question 没有嘛 就是没问题了 没问题 是吧 就是 这事已经没有了 out of sight 在视野之外 看不见了 都是没了嘛 这也是一样 burn out 我们知道这个burn burn是烧的意思吧 各位仔细来体会 这两个界词 你看它的特色 burn out 跟burn down 有什么区别呢 burn out 我们知道out是光了 没了 是吧 所以burn out 你可以猜出来 就是烧光了 烧光 全没了 那么burn down 是什么呢 down是向下 这什么意思啊 你猜 burn down 我们把一个房子 给它burn out 就是烧没了 从灰了的已经 化成灰烬 对吧 我们如果说 把一个房子burn down 这什么意思呢 burn down down 对了 移为平地 非常非常正确 烧垮了 所以它是 这两个 中文用了两个词来解释 一个叫做 化为灰烬 一个叫做 移为平地 各位请仔细的思考 这两个词之间的差距 大家发现没有 灰烬就是out 没有了 烧没了 以为平地呢 并不是没了 而是垮掉了 burn down 所以我说 这个不一样的啊 以为平地 还可以恢复起来 对不对 是吧 化成灰烬就真没了 我说 就真没了啊 所以你看 我说过 一定没有固定搭配 对吧 每一个介质都跟它的搭配 是在逻辑上 构成一个 可以解释的通道 你要想通才行 对呀 burn down了之后 你还可以set up 还可以重新修起来嘛 是吧 但是burn out 以后就不可以 就完蛋 就没用了啊 好 继续看下这一组呢 knock off knock out 嘿 这个什么意思呢 你看着啊 knock off knock是敲的意思吧 off是离开 而 knock out out是出去了 没了 是吧 这两个 一个是下班 一个是打晕 那么 哪个是哪个呢 我们根据我们目前所讲到的借词逻辑 各位猜一猜 哪个是下班呢 所谓的下班是什么意思啊 下班是你没了吗 同学 你是工作狂 只要班一下 你就 你就没了 下班 所以离开 对吧 knock off 离开 下班 knock off 那 为什么下班要knock off 各位同学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就是我们现在啊 就是公司里面上班 是打卡 是吧 技术进步了吗 去 低一下 是吧 或者说是打脸 对不对 不是打脸 叫什么 扫脸 刷脸 对吧 一个摄像头正 低着 第一下 就是你上班了 在过去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实行公司的时候 是怎么样去上下班的呀 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 叫什么那个叫 就是老师演那个电影的那个 卓别林 Challis Choplin 卓别林所拍的那个电影呢 讲上班的那个 是吧 就是上下班的时候 是需要敲钟的 是不知道 OK 你敲一下 就可以走了吧 表示你到点了 就每个人去敲一下 然后呢 把名字一签就可以走了 好 去算账嘛 是吧 是要敲一下的 对 就那个摩登时代 OK 所以knock off 是下班 敲一下 当当当 我走了啊 这个意思 是吧 给我别忘了给我算钱 而knock out 是什么意思呢 反正打霉 同学霉了 这个霉不是肉体的霉 是精神霉了 叫什么呢 其实我们特别的熟悉 各位同学们 是吧 就是在打游戏时候 那个KO 各位同学 见过没有啊 玩过没有 那个 刚刚刚 KO OK 立马干倒在地 对吧 那个所谓的KO 就这个 knock out 打懵圈了 是吧 打晕了 对 就是他 是的 拳皇 KO 就是knock out 这是在拳击比赛当中的 是吧 最牛逼的一个招数 run out run off 当然run off是跑了嘛 离开嘛 out是没了 off是远离嘛 是吧 就是从逻辑上 任何一个动词 都能加这些词 你比如说 嗯 keep him keep him off smoking 你看 如果是keep him smoking 那么off不要的话 就是保持抽烟 加个off就是 让他远离抽烟 看见没有 不要去被借词搭配 没有的 懂这个逻辑道理就可以了 KO分开 不用啊 这是一个合成词在一块嘛 名词嘛 分开也可以嘛 knock out 动词持组嘛 是吧 knock him out 把他打打晕 knock out 一次 击晕 这是个名词 knock out ok懂了吗 懂懂懂懂了吗 KO 来懂了 发个run嘛 是不是 知道KO这么多年 突然间 知道怎么来了之后 是不是很激动 有一种 发自灵魂深处的 对英文的一种亲切感 各位发现没有 学英文一定要这样 不要取决的很痛苦啊 这挺好玩的 好 他不是out of him 是out of mind 就是把那个思维精神打出来了 不是out of him 不是把他打出去了 好吧 work of 没有 没有这个 好 继续咯 这是这个out 所以out 两个基本意思 一个是出 是吧 一个是 没了 那么out 还有一个词组 能表示 由于 因为 为什么有这个意思呢 你给我跟大家看 out of out of my out of my 你看看 这都是来自这个出的意思 看看呢 out of my respect to you I agree with you I agree with it 由于 看见没有 因为我的尊重 对你的 因为我对你的尊重 我同意这一点 为什么out of 有因为的意思呢 对了 因为中文的因为 也能翻译成出于 各位同学 懂了没有 出于 是不是在中文当中 也能表示 因为的意思啊 看懂了 father room 是不是越来越感受到 中文和英文是 很多地方是一致的 出于 出于或者出字 是吧 出字 其实差不多了 其实蛮好理解的 好 这是out out of out of out 继续 下一个at 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 实际上 这个at就是我们经常用这个东西 at 是吧 不对 应该这样的 是吧 at 一个电脑符号 它表示点 非常小的点 它比这个on还要小一些 对不对 我们讲过嘛 各位记不记得 at比on还要小 是吧 比如说 那个keep an eye on me 盯着我 跟那个look at 没看着我 不一样的吧 更加细微一些 在某个时间点上都是at 地点嘛 at 点上的 那么 它既然能够表示具体的数值 点位啊 那么呢 它就延伸出来了 有一个延伸 你看看 叫做度量 度量横 各位想一想 度量横的概念 是不是来自于精确的小数值啊 特别精确的吧 比如说 he is driving at 140 kilometers an hour 他正以每小时140公里的时速在开车 到序逻辑了 公式大家都很熟悉了 ok 在某个具体的度量横上 数值上 也是用at 就是很精确的 对了 at这个词 你就记住一条 表示非常精确的某个点就可以了 比如我们在群里面 一个群有2000人 是吧 我要逮住某人来撕逼 怎么办呢 我先at他一下 不就可以了吗 an hour改成per hour 也可以多写啊 随便 每小时吗 对你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in on at 这个范围是逐渐缩小的 ok 可以这么理解 in on at 你看完了 in the morning 是吧 在早上 on Wednesday morning 在早上 在那早上 是吧 at seven o'clock 在在在在在在七点钟 看怎么样 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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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像 这样 好 既然如此啊 我们就要来感受一下 就是in on at 这三个词 周三 周三早上七点 到须啊 马得之 什么 之什么 之棍 之障 是吧 到着来啊 公式白学了 我说at seven o'clock in the morning on the morning of Wednesday 是吧 on Wednesday morning 到着来就可以了吗 好 这样我们就能在时间上来体会一下这几节词的区别 你看着我来看着啊 at times in time for some time 你看这就不一样了 on time in time 我们已经讲过了 一个是准时 具体的某个时间点 看见没有 in time 即时在某段时间之内 那么at times也是时间点 经常 在经常发生的某个时间 时不时的 偶尔的 某个具体的时间 然后for some time for指的是一段时间 对吧 一段时间 for是断的 这一会儿来讲它 OK 这是at这个词 它的属性非常精确 就是表示点 非常精细的细微的小点 好 OK吧 这个比较简单啊 嗡嗡声是冰箱开始转动了 你耳朵真好 说明这个话筒挺好 是吧 嗯 来继续啊 我们今天的课节奏比较快 那种比较多啊 呃 杜兰恒说过了已经 那么下一组就是这组了 with4 实际上这组我们已经讲过了 就是我们在上一节课 举了一个非常经典的例子 我们要不要再重复一下 个同学 记不记得啊 啊 记得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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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在家工作室里头 tonight is for you 还有这个 tonight is with you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OK 好理解吧 是吧 所以呢 with这个词是伴随 伴随 这是with这个词的根本意思 那么它既然表示伴随 它就能延伸出来一个含义 就是因为 比如说 with your help I could make it with your help I could make it 有你的帮助 我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它能表示原因 看见没有 因为中文的音为 同样能用伴随 可以表达吧 表示有 是吧 有钱 我就能使鬼推磨 是吧 拜你所赐 就这个呗 do to your help vc your help 都可以吗 都行 OK 它有原因的意思了 因为伴随 伴随 比如我们来理解 你看这种 这种事情 看这 这 help with 和 help for 任性 那个 那个 有一次是谁说过任性来的 是 胡锦涛 说过任性吧 好像 当时 那个 CRI 就是中国国际 广播电台 那个翻译 我觉得都是错的 翻译的很糟糕 任性有很好的一个词 叫 vword v是方向道路 word是朝着 就是想去哪就去哪 这叫任性吗 vword 这个词当时那个中央编译室的翻译 翻译的很差 非常失败 我觉得还不如我那个翻译的 啊 OK 有钱任性 rich and bitch 很棒 很棒 很棒啊 那听到这个 help with help for 这两句不一样 一个是伴随的 就在哪方面帮助我 对吧 你比如说 帮我英语 help me with my english 而for呢是目的 help me for better tomorrow 帮我去获得一个更好的明天 OK 一个是目的 一个是伴随哪个方面 这个不一样的 差别很大 好吧 with 跟for OK OK with and for 非常非常明显的差别 with and for 好 这是with这个词咯 当然了 for这个词 我们会把它展开来讲一讲 for在英文中主要表示这么几个含义 因为for f这个意思 我们讲过它的本意啊 它本质上表示的是过程 记不记得 就是非那个词啊 是吧 表示是过程 所以说既然如此呢 它的第一个含义就是断时间 在 在时态上 如果这个时间是用for来表达的 那么都是完成时态 它是断时间的标志 比如说 我在北京待了20年了 这句话 这句话 I have been in Beijing for twenty years 看见没有 for twenty years 表示一段时间 断 就是for这个词的第一个含义来自于f这个逻辑嘛 过程感 so这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呢 the second the second就是原因了 目的 北漂 北漂是什么 北漂怎么定义啊 外地人到北京就是北漂吗 不一定吧 我是外地人啊 对啊 湖北人啊 南方人啊 狼筐人啊 但是应该不算漂吧 应该不算漂吧 应该不算漂吧 我又北京户口 我有北京户口 我在北京 差不多四个区都有房子 是吧 我还曾经入选过 北京市团委的 什么玩意来着 忘了名字了 都拍个拍拍 什么好市民什么之类的 是吧 嘿嘿 应该我不算漂了吧 应该不算漂吧 嗯 OK 继续啊 感谢这同学给我的一个装逼机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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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继续 原因目的 OK for show off 得拿出来 是吧 show off 好 这是for这个词的这个含义 这位 这位阿扣斯同学 你的数学太差了 我说 我说的是在四个区都有房子 它不等于有四个房 好不好 拜托 你学怎么学的数学 啊 阿扣斯 你数学怎么学的 嗯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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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行了 别吹了 来 开始继续啊 OK 嗯 嗯 下一个我们比较重要的这个借词 就是它 Buy 嘿嘿 大于等于四应该是是吧 从数学逻辑来讲应该这样子吧 啊 嘿 行啦 不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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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大家现在有没有再一次的理解 什么叫做show off 懂了没 是吧 所谓装逼一定要拿出来展示才装逼 对吧 这很重要 好 下一个 Buy 呃 说到Buy这个借词 它这个比较复杂 就是你把这个逻辑理顺很麻烦 就是在这个借词体系当中 真正比较复杂 就是像 on啊 像Buy啊 这种 还有什么up 这种词 对吧 这几个是比较晕头的 所以我们花的时间会比较多一点点 Buy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必须要理解B的内涵 B 呃 B是什么意思呢 B在英文中跟中文不太一样 它是木头 木 这个不能有勾勾是吧 木 wood 这个逻辑中英文是不一样的 呃 中文这个木头来自于象形文字 大家看着会非常明显 早期这个木字这么来写的 是这个写法 是吧 这样子的 看着比较好理解 就是树的形象 树木 树木 看着比较好 好理解 木头 那么 英文这个B 呃 我的理解 它是一个 一个象音 象音 静音的文字 声音的文字 就那个 邦邦邦 这个 这个声音 它也能理解为象形 就是那个小写 这个壁 这个构造 是吧 你把它理解为一个木材 大概这个造型 OK 为什么要这么理解它呢 不论是邦邦邦的声音 还是象形的木材 它实际上都跟指向一个木头 这个基本思想 你会发现 壁类词当中 跟木头有关的是它的基础含义 物的是另外一个逻辑了 森林的词 不是 就是 同一个意思 不是由同一个字母来演呈出来 它是一个基础来源嘛 你比如说我们看很多例子 当然自己能理解很多例子出来 比如说 我们讲过这个词 记不记得 board 板子 是吧 包括book 也是一样的 实际上 还有 吧 看见没有 酒吧 这个 酒吧 它来自于木棍 木棍 木条 木板 为什么呢 因为 不论今天的酒吧 它装修得多么多么的豪华 无论多么豪华的酒吧 它里边必须会有一个长的木台子 去放各种的酒 是不是这样子的 后面还 有个人帮你卖酒 是吧 前面一个女的坐那 在那 梳头 自拍 是吧 所以 不论是什么样的酒吧 必须会有这么一个吧台 看见没有 吧台 是不可缺少的 所以吧的本意啊 这个酒吧就来自于木棍 木板 木条 吧 啊 buck也是的 筒嘛 是吧 包括那个barrel也是的 筒啊 两种不同的筒都是 bar 有人说bar不是不是bar不是那个金属的吗 不是的呀 你看那个中世纪电影就知道 中世纪电影那个教堂上那个中都是木头 看见过没有 木头的是吧 咚咚咚 敲的声音很沉闷那种的 是吧 所以 这它是 就是它技术含义 包括那个这个词branch 我们说分公司就这个词吧 branch company 分公司 那branch company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树枝 branch 树枝 类似还有很多了 就是讲学非常复杂 包括那个basket 篮子 是吧 basket篮子 冰狗是在板球游戏里面的 boat也是嘛 船 小木船 是吧 bridge 桥 木字建筑 板字 bat 就那个球拍 球拍球拍 看到没有 都是的 都是的 branch company 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这次我不认识 嗯 等一下 我倒点水啊 等会 building肯定是的嘛 木字建筑 蝙蝠是另外一个含义 累移 这次我先取得 镜子 镜子 这次呢 我先取得 这个 叠出 安全 哦 ank 了 好了 换个角度 哎呀 眼睛都看晕了 那继续啊 那就是包括那什么brush 都是的 browning是什么 化学元素 哇塞 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化学早已经忘记了 没任何印象了 我得问那个洛耀华老师 他比较熟悉 BRA 其实这个BRA也是木头 你知不知道 BRA 就这个 BRA 它也是木头 为什么呢 它来自这个 它最早是来自那个brace bracelet 就是支撑啊 支撑 你想一想 支撑的原始概念 是不是来自于木头啊 用木棍把它撑住 给你能理解吗 是吧 撑住嘛 那为什么说后来变成BRA 它这个逻辑含义 也是来自于支撑 各位能理解吧 是吧 就是撑住啊 把它顶住支撑 撑住嘛 这个意思 OK 把它撑住 好 所以说这个 它现在差不多了 这个不是我们想 重点就是跟大家说 这个B的含义是什么 B的本质意思 就是来自于木头 或者一棵树啊 一个树木这个含义 那么Bi Bi的本意是什么呢 就是靠在一棵树上 靠在一棵树上 依靠 贴近 靠着 为什么跟树有关呢 很简单 中文也这么说 叫做以藏 各位同学 看懂没 OK 看懂没有 以藏 来自于木头 这个基本思想 就是靠着嘛 木头类的 其实还是还有很多 你看比如这个词 我们讲过那个Bandit 就是坏蛋 土匪 哦 这个账 是吧 他可能有一个过程 慢慢就靠上去了 就那Bandit 土匪 土匪也是木头 你看这 为什么他也是木头啊 你看 中文把土匪叫什么 叫做恶棍 大家看到没有呢 棍 棍 是吧 拿棍子跑了跑去呢 土匪 啊 老子揍你 看见没有 这样的恶棍 Bandit Bandit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会讲那个W的时候 还有H会讲到 包括那个丈夫的这个写法 是吧 这个 哈斯班 他的来历 就是跟中文特别的像 就跟那个 葬这个字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啊 不论是人字旁的乙葬 还是木字旁的这个葬 葬梁的葬 其实差不多 那么Bi也是 就是靠着 所以你把Bi这个词的基础含义 把它延伸为靠 那既然是靠 它会延伸出这样 至少三个意思 第一个就是靠着 靠近 比如说 Stand by Stand by什么意思啊 嗯 等待状态 待启动 待发 整装待发 Stand by 就是在旁边站着 只等你一声令下 就开始了 是吧 待机状态 对的 待机状态 OK 最好理解吧 Stand by 如果你玩过红井 那个游戏 它里边有一个武器 准备好了 之后就这么说的吧 Stand by Waiting for orders 记得吧 Stand by Waiting for orders 等待中 是吧 准备好了 等待你的命令 Stand by Waiting for orders 啊 见过吧 好 还有这个呢 By the way 我们在之前 以前学过 这个词组 啥意思 各位记不记得 By the way 什么意思来着 是不是 顺便提一下 什么叫顺便提一下 就是 假如这个是为 是一个道路 是吧 有一辆车站那跑着 你想搭个便车 怎么搭的呀 在旁边站着 车一过来 就往上一跳 看见没有 顺便搭个车 OK 类似这个意思的抽象过程 看见没 OK 是吧 By the way 就是顺便搭个便车 在我在说一个 别的事情的时候 顺便把另外一个 跟他没关的事 也放进去说一下 OK 这是抽象意义的靠近 在旁边 By the way 好 继续 这是他的第一个含义 靠近 就是靠这个字嘛 第二个含义呢 靠什么什么方式 你看中文依然还是靠这个词 看见没有 比如说 By car By bike 各位现在懂了没有 所以坐车区啊 还有什么 坐飞机啊 等等 等等 等等的 它同样是来自靠这个逻辑 依靠 坐飞机对的 By air By train 都是一样 没有说by foot 是on foot为主 是吧 它更加强调是上对下 双脚接触 第三个 继续 第三个 时间上的 靠近 中文叫截止 比如说 you must finish it by eight o'clock ok 最晚到八点钟 必须把它完成 对吧 为什么是buy呢 你想想 这个逻辑怎么样来的呀 你看呢 假如这个是八点钟 这个 这个是八点钟 那么 by eight o'clock 是不是 无限靠近这个时间之前都行啊 它类似于 我们这么说吧 它类似 这个是八点钟这个时间轴 它类似于这么一个曲线 对吧 ok 学过极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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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限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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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 各位看一看 它在时间上的含义 是不是依然还是靠这个词啊 还是一样的吧 所以你学借词 你必须要去理解它的本质含义是什么 靠近 贴近 它跟那个on不一样 比如说on 或者at 比如说at eight o'clock 那是八点整 交就可以了 而by eight o'clock 什么意思呢 最晚在八点之前要交 八点整都不行 对吧 之前都可以 类似于before 看见没有 跟这个是一个意思 ok 听懂了发个入吗 by这个词的含义 call by four is big ok 所以你想通之后就能看穿一切 想不通 我靠 真是麻烦 是吧 看那个借词 各种搭配 看着头疼的 by no means 也是啊 表示否定嘛 就是通 靠什么方法 靠没有方法 就是不可能嘛 否定的 好 in time是个固定词组啊 不加具体时间呢 就是及时 但不能表示 在某个时间之前嘛 这个具体化了一些 那你现在看这句好懂的了 是吧 by your side 靠着你了 ok I'll be by your side 一直靠着你 好 下课还找着呢 别着急 别着急 不用这么着急啊 下一个这个across跟through 这两个都能表示通过经过 是吧 那这两个差别是什么 还是一样 具体和抽象 这也会复杂一些 抽象一些 through 常是抽象 记得吧 比如说 通过一些痛苦的时光 through hot times 看见没有 through hot times 通过痛苦的时光 脱课 我们几乎每次都会脱堂吧 正常的一次课是大概80到90分钟嘛 但我们每次课基本上都讲到120分钟 差不多 是吧 都会脱堂的 尽量让每节课内容丰富一点 就是 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课堂就是 你听起来还比较吃力 但是又能又能跟上 这个时候是比较好的 如果听特别轻松 马上就能记住 其实没什么意思 是吧 我们就是 下一轮呢 下一轮还要继续改革 下一轮这个逻辑课程 还要继续改革 我们将会把课程把它调整为 就是 比如我们现在是 10节课嘛 一次两节课嘛 是吧 这个10节课呢 其实我们想把它改成 以后改成每一季15节课这个模式 其中呢 用 用其中的6节课 用于直播 然后加上大概9节课的这个 这个视频课程 我认为这样做更加丰富一些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介词 介词我认为讲 讲到一次直播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用四次的课的时间去看更多它的详细的解释 对吧 我觉得更加 更加好一些 适合于这个学习更加深刻 是可以的 就内容更加容量大一点 下一轮你可以推荐同学来听了吗 我觉得那多好 OK 这两个好理解吧 就是穿过 如果经过啊 比如说 go across the street 穿过街道呢 很理解 具体的抽象就这个了 through 是吧 比如说 度过我们的疾病 you got throug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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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 sickness 度过我们的疾病 通过它 经过它 好 这个就不举例子 这个比较常见 下一个overbound 就是我给你讲 越是写的复杂的戒词 越好越简单 度计也是get through the trouble 一样的 就这种戒词越复杂 其实越好理解 戒词是越小的词越复杂 发现就是什么on 什么at 什么over 这种词 out这种词比较复杂一些 什么by之类的 反而是这些什么beyond 什么through 什么之类的 相反会比较简单 看见没有 这两个什么区别呢 都是在上面 beyond 超越嘛 超越 还是一样 具体和抽象 over 在上面 而且呢 它是一个动感的在上面 越过 比如说 跳过这条河流 就是 jump over the river jump over the river 跳越河流 over 越过去了 翻篇了 那 它既然有越过的意思 它就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延伸含义 就是完了 各位能理解吧 完了吗 中文也叫做翻篇了 看见没有 翻篇了 是不是 完了呀 或者断篇了 是吧 喝断篇了 嘿嘿 OK 完了 game over we are over 完蛋了 翻过这一页 是吧 翻过这一页 在英文当中有一个非常不客气的非常肯定的说法叫什么叫做over my dead body 这句话什么意思 man bad we are over 不就是我们结束了吗 over my dead body 这是什么意思啊 它的本意是跨过我死去的尸体 但你不能这么翻译 是吧 不能这么翻译了 嘿嘿 猜猜猜猜猜这什么意思猜猜对除非我死了啊 就是这种强烈拒绝想都别想 强拒绝 比如说有人找你 哎呀你把老中上的课的那个账号借我用一下 我学学英语吧 是吧 当你想到老中如此辛苦 你会跟他说over my dead body OK 除非我死了 强硬拒绝 越过 他画的是一个画面 就是你呢 就是躺在那 对不对 已经挂了 OK 已经挂了 然后呢 他从你身上这么越过去 对吧 这就叫做over my dead body OK 这个意思 好 这是over了 所以over他又表示越过 这基本含义 越过去 同时呢 还能表示完了 结束了 over 那我们看到一些动词的词组 比如说我们看过那个game over是结束了 是吧 结束了 那还有一个 比如说 look over 这什么意思呢 忽视 各位想一想 他为什么是忽视的意思 我讲了over就两个意思 对吧 一个越过 一个完了 他为什么是忽视的意思 look over look over 就是看帽过去了 是吧 汉语 汉语 是不是也这么说的 是吧 看走神了 他们叫 look over OK 没看到嘛 是吧 看过头了 越过 还有一个叫 go over 他是复习的意思 你猜一猜 他为什么 他为什么是复习的意思 他为啥是复习的意思 为啥是复习的意思呢 我们老师经常说 来 今天我们把这些知识再过一遍 各位同学 懂了没有 懂得发个入吗 OK 再过一遍 是吧 得 来一遍 是吧 再过一遍 过一遍 懂了吗 复习吗 越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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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一样的 好 所以我说千万不要去背词组 没有词组这个玩意 他确实没有 对吧 你要做的是理解每一个戒指的 他内涵跟逻辑是什么 然后去发散 这样来学他比较爽比较酷 是吧 beyond 什么意思呢 这个beyond 就是那个乐队 皇家居 是吧 是吧 那个乐队啊 他是个静态的 beyond 在上边 比如说 God beyond is beyond beyond 工作场所 kk 是不是经常会出现写一些感谢信之类的东西啊 是吧 我怎样表示感谢呢 这么多年一来 你那些玩意都写快吐了 什么thank you very much 还very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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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ch 什么之类的 是吧 这种垃圾都写要吐了 好不好 你看我们怎么写的 是吧 My thanks to you is beyond measure 各位同学 这才叫做真正的地道和经典 什么appreciate 特别玩意儿 不要以为这个词很长 appreciate就很爽 不是的 这才叫经典 My thanks to you is beyond measure 我对你的感激已经超越了衡量标准 这什么意思呢 叫感激之情异于言表 或者它可以改词的 你看比如说 My thanks to you is beyond words 这也可以吧 My thanks to you is beyond words 我对你的话超越了语言 一诡言表 这就是中文这个成语的最好的翻译 好 这是我们第五季要做的事情 就是回归语言之美 备着急要 我们已经在约中央电视台的大裤衩的梅蒂亚中心的演播厅了 目前正在约摄像师等等的这些人 目前算了一下我的贴还得倒贴钱是吧 哈哈哈哈 什么鞋上什么意思 这个across穿越穿越穿越 是的 就是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 可以到时候来 我们会在群里面报名的 大家如果有兴趣参加 我们会在群里报名的 是的 我们计划第五季 第五季的直播 我们就不在工作室来上课了 第五季我们直接到中央电视台的梅蒂亚中心 去直接现场直播第五季 然后呢我们会邀请好几十名同学来参加 好吧 由于价格非常的贵 那个地方是按小时收费的 一小时好几万 各位同学 所以说我们会效率比较高 能有多少人参加 我们还不知道呢 那个场地目前还没跟我们报过 我们他能做多少人 目前还没有说好 要玩就玩大的 就是干这个事情赚钱是第二位的 一定要做点友谊 是好玩的事 是吧 没有标准的 学生就行啊 随便 自付路费啊 我们出不起路费了 我可以给你出个盒饭 这个可以好不好 我们来吃一下央视的盒饭 OK Overnight过夜 OK 这不用说了 好 Around 算全二次水平 那是over 是正向的 这个不一样 好 借词部分的最后呢 我们将会看到一个 也是难度比较大的 借词就是up up 哦 也是哦 盒饭也请不起 对对对 别别说了 哎呀 盒饭没答应啊 呵呵 那么多人盒饭还挺贵的 我们我们才才收几十块钱的学费 我的天哪 干嘛 这赔死了得 是吧 哈哈哈哈 对对对 啊 盒盒饭治理啊 我可以给你提供三银子好吧 三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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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呵呵呵 呵呵 好 不是为了钱也不能倒贴钱吗 拜托 这么多人 为了这个事 呵呵 呵 没关系啊 一个盒饭中书还是请得起的 各位请放心 甚至可以多加一个蛋好吧 呵呵 来看这个 啊 向上 还想鸡腿 哦 哎呀 我觉得就戒指都能当富士来用 很正常 很正常 送那个卡片需要签名是吧 谁想搞一个没问题的 感冒没有好 这鼻子都堵着 没看见吗 嗯 课堂费当然免费 当然不要钱啊 不你以为我们去央视去花个几十万去拍 拍第5G是为了赚钱啊 不是的 免费还是一样啊 就是除了正常学费 除了几十块钱之外 都是都是你都不要钱啊 都不要钱 我们自己出 都我们自己出啊 你可以在现场看 或者是在网上直播看都可以啊 多行啊 对第5G全部打鼓掌 是的 就是没地啊 中心啊 好不说了不说了继续啊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解释 我们来说说啊 up这个词它的 这个 根本的意思就是向上 对吧 表示向上好理解 我们在之前说过了 是吧 生活的快乐就是因为有各种起起伏伏的运动 各位记得吧 所以这种起伏伏伏的 i'll do you want to listen to this 我们可以以后 suggestions的 起伏伏的 上 对吧 go up 向上 rise up 起来 爬起来 等等等等 都是这个含义 向上 好 那么向上 它能够引申出来别的意思吗 当然可以 上就会满 满就会成 这个逻辑是 一脉相成的 会能理解吗 up 就是完成 对吧 向上不就满了吗 大家学过 咒译没有 乾坤 乾坤 对吧 OK 那个挂象 嗯 什么叫抗龙有悔 知不知道 就是满了 满了之后 就会往下亏 对吧 就往下 所以呢 在英文中 up也有完了 满了 这个意思 比如说 fill it up 把它填满 把它填满 把它填满嘛 OK fill it up 还有 make it up 弥补 满回来 就是满了嘛 把它填满 这个含义啊 填满 填满 所以说 up 由向上 这个逻辑 所延伸出来的 满调 是好理解的 make up 这个化妆 还是向上 就是你的整个 精神器往上了嘛 就是抽象意义的向上 更加高级 更加高端了 那个不是填满 make up 为什么呢 那个比如说 整容啊 就叫做face lift 看见没有 就是把脸给它抬高嘛 dry up 也是呢 彻底干掉了嘛 就是完成了 干了这个过程已经结束了 dry up 包括mix up 彻底混敲 就是完成 它都来自完成 这个基本思想 搞定了 成功了 完成了 OK 那理解吧 up的意思啊 就是向上 由向上 所延伸出来的完成 have somebody up 也是向上 让它抬升 让它提升嘛 帮助它 好好学习 天天向上嘛 这个意思 give up 也是呢 彻底给完了嘛 放弃掉 give up 放弃 全都给出去了 全都拿出来 mix up 不是向上 是完成 彻底混淆 mix up 所以up这个词呢 就两个含义啊 就两个 一个是向上 一个是完 是的 pull up pull up break up 都是一样的 break up 完蛋了 是吧 彻底回掉了 ahry up 是速度提高 这个意思 跟那个speed up 差不多 kip up 就是保持向前嘛 往前冲 那这是up 这个词的逻辑 它跟那个give in 不一样 give in 是妥协 就是give in give up 是放弃 彻底放弃 这个是投降 妥协 往里头送东西嘛 往里头送 投降 嗯 哎呀 这个鼻子又堵了 哦 这个无法区别的 就是什么时候上分分完 你看看它意思了 你只能从 从这两个角度去解释它 但是你 你不能说看了一个解释 它知道它上还是完 这个你需要去理解它 这个过程了 就通了它 然后你去使用几十时候 不就把它搞熟了吗 hold up 没有抢劫的意思 好不好 它是在抢劫 是用的用的句子而已 用的词而已 好吧 hold up 别动嘛 东西拿出来 live up 就是达到的意思 达成 达到 还是完嘛 完成嘛 比如说 比如说 we have to 我们必须要 live up to our parents hope 我们必须要达到 完成我们父母的希望 看到没有 达成 live up to ok ok 懂了吧 达到 完成 好 所以呢 我们这两集啊 我们梳理了 这就是是戒词 这还说 这是主要常用的 根本戒词 这个体系 实际上已经非常足够了 就是你会发现 每一个戒词 都有它自己本身的一个属性 对吧 每一个戒 都是它的属性 把这个属性搞懂了之后 才能够真正理解 这些戒词该怎么去延伸 怎么去理解它 雾霾也不知道 这种生活常用词 居然不知道 haze 恨死它了 h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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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不能说是北京有雾霾了 我们发现其实北京根本就没有雾霾 这是外地来的 对不对 整个中国都是一片霾 工业嘛 一到冬天就这样子的 燃煤 烧煤 haze z z haze z z 这不是东北 这大部分都是在河北河南 这两个省最多了 因为工业特别多嘛 好了 呃 我得休息一下了 我这个鼻子有点 说不了话了 讲啊 第四季是口语吧 为主的 呃 我就休息一下了 我们一会儿 20多分钟之后还会有今晚的第二个课 就是那个学渣利西班的课程 呃 我想说就是如果大家这个基础不是特别好的话 其实可以去参加一下那个学渣利西班 他尽管在有到那个高中里头 但是他其实并不是讲考试的 他主要是讲各种基础东西 就两他只讲两个 一就是单词 词汇 一个就是语法 那么这个课的特点是什么呢 就是你报一期之后啊 终生有效 第二期 第三期 第四期只要我还讲课 你随时能来参加直播 而且每一期我们尽量讲的不一样 就是彻底把基础搞扎实 我们这一期是讲单词的嘛 就是各种话题词汇 比如说经济话题那些词 是吧 历史话那些词 然后下一期我们讲语法的 慢慢慢慢梳理各种基础语法概念 因为逻辑英语不可能讲那么细致 当然有就他对任何都有帮助 因为他是可以无限上的 是纯基础的 OK 对的 数学化学都一样 可以无限次去上 所以其实很划得来啊 因为下一期就会涨价了 好不好 每一期是十节课 一期十节课嘛 但是你报了一期之后 以后每一期都可以反复来跟 嗯 就在有道理头啊 目前是三百九十九元 我们到今年的下半年 这个班会涨价 慢慢涨到 加个零吧 到三九九零这个程度 所以说这个班还是蛮酷的啊 五次课十节课嘛 还好吧 就是你报名了这个学渣逆袭班之后啊 嗯 就是你现在比较忙 没时间听 以后随时来听不就可以了吗 以后你可以随时来听嘛 那个定金不能报学长一起班 因为这个班是没任何帮 没任何优惠的 初中当然可以参加啊 你可以一直跟到高中 大学都可以好不好 工作也是一样的 工作也是一样的 对了 它是纯做基础的 单词和语法 就两个东西啊 不讲别的 就反复的去死科 单词和语法 在有道报名啊 有道 有道 有道那个精品课上 你点击那个中小学 在里边那个英语那一栏就看见了 跟你是初中高中考研工作都没有任何关系 它是纯粹弄基础的 好吧 什么量级的词会 语法和逻辑语区别 它更加综合更加多一些吧 因为时间比较长嘛 像有些语法我们是不讲的 你比如说定贯词啊 这种小语法 是吧 这我没有空讲它 包括被动之类的 没空讲它 因为逻辑语是为了建立一个体系 把这个基本体系建立完了之后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会员课来去做练习 这么一个思想 如果全讲是没有时间的 你像那个学渣逆袭班 我们把英文整个逻辑全讲完 差不多得花 得花到大概有半年时间才能把全讲完 OK 它是一个慢慢滚动节奏比较慢的班 好吧 就叫做学渣逆袭班 学渣逆袭班 是吧 我一般在我们这个课上我也不不做广告 但是我觉得这个班大家可以考虑考虑 还是蛮好的 确实是 你可以整一个 然后作为收藏 什么叫做词汇量 怎么到届次去了 啥意思啊 看不懂 压世的课没有 对啊 以后新开任何一期都能参加 是的 都免费了就 这个比较合适 OK 好 我去歇会了 拜拜 拜拜 有啊 罗金语结束之后会有那个会员课 我们天天去刷刷阅读啊 听力啊 外刊啊 还有那个电影啊 什么之类的 你如果你是中学生东讯务必参加 干嘛错过那个 那个非常重要的 好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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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正常时间下课 就平时脱糖脱惯了是吧 因为今天还有另外一个课 所以无法脱糖 拜拜 拜拜 对了 我们如果晚上只有这个课 我们就会讲比较长 如果有别的课 他就会冲突了 就 拜拜 东迅是讲做题方法的 是跟得分有关系的 好 下一集 下一集就是 第三集 我们就将 回归到我们的第三季的重心 就是词汇量这个体系了 好吧 这是我们的第三季的重心 都是无限的呀 小部机构 都是一样的 拜拜 拜拜 对 就那个是的 刘青秀 就是他 对 是就那个 学章一席版升级版 没有重叠 那个没有重叠 那个不一样的 那个纯是刷基础的 以前录播 可以看 当然可以看 OK 走了啊 拜拜